那其實我今年一直有來找李世青先生看他的果園嘛 那我就遇到他叔叔 然後他非常的勤勞 就是他的果園的草他沒有使用除草劑 但是他是拿著鋤頭把草都除掉 基本上這樣的做法 跟除草劑使用除草劑已經差不了多少了 只是差一個有毒一個沒有毒這樣子而已 因為其實你果園像這樣子除的這麼乾淨啊 下大雨來整個土壤就是會被沖刷掉 然後因為你表面沒有草的覆蓋 所以像太陽一出來他的表土的溫度可以升到40度 甚至更高 但是沒有太陽的時候又降到20度 溫差很大的狀況下你土壤裡頭的菌相會受到影響 然後你直接曝曬的話你的土壤也不容易保濕 所以他們久了一段時間之後像真的夏天很熱 然後長期乾燥的時候他們還得來澆灌水 那你可以問一下李先生 李先生其實他的果園 今年大概沒有澆過什麼水 沒有啊,不澆水 今年水很多耶 但是你會看到真的像那個長期使用除草 假設像這樣子的話 果園不會是綠色的,它是光突突的 是黃色的,黃色的毒了 我還沒講 可是那是不是到底會不會互強養分啊 互強養分 其實我們今年 基本上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觀念就是草會搶養分 你看短期的話它會搶養分 但是你如果長期來看的話 草沒有長角啊 它草吸收你的土壤的養分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你把它割掉之後 它反而會轉換成果樹更容易吸收的養分 所以是定期還是有定期的怎樣 對,還是會有除草的需要 就是說,長得差不多高了 然後像一些專業的農夫他會判斷 我的草精長到已經夠 木質化已經夠了 你割掉的覆蓋效果會更好 那有些農友他不用除草機 但是他草像譬如說長這麼高 他就看不下去了 他一定要割到貼地 那其實那對果園的土壤保護性也很高 對,所以草生菜培這個部分 也是有很多的那個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通常草差不多只能割這樣子而已 只能這樣子而已 就這個高度割一半樣 對,這樣只能...草只能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而已 我們把它上面有沒有 會開花的 會結梗的有沒有 把它去除掉 因為你們要相信說他們這一節有沒有 他們也不會開花 他們也不會結果 對不對 那你們要了解 剛剛跟你們續聞過了 他們這一節下面的 他們一定下面會有一個生物在 對不對 我們不要破壞他們的家 對不對 他們的家存在著 對不對 那我們假如把它劈成這樣子的話 土壤就裸露了 哦 太陽照下去 變乾掉了 裂開了 他們的蟲呢 會往這邊跑 對 往上面跑 哦 你就蟲 反而沒有蟲害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咧 他們還有 他們只是 百分之五十或者是百分之七十的 房子被破壞掉 它還有屋子可以住 還有可以遮陰 所以更友善環境的草的管理的方式 他們不會一天就把所有果園的草都割掉 對 他們會今天割一部分 明天割一部分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蟲可以有空間 繼續生存 還可以讓他們左右位移 前後位移 哦 這樣子 對 好 可是請問一下 那一塊為什麼看起來是灌兔兔的 因為那一邊是我俗工的 是你俗工的 所以 他不認同你的說法 他的認同就是 他喜歡用鋤頭 他喜歡用鋤頭把土壤有沒有 翻覆翻覆 這樣子他會造成就是 把根的一個 我們草根有沒有 全部都把它裡翻掉 所以說咧 他的保濕的一個作為是最差的 但是他不認同你 這樣的新的做法 對 他每年都會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的果實都沉甸甸的 為什麼我的果實都稀稀疏疏的 然後他沒有發現 這是你們唯一的差異 已經差異很多年了 然後他沒有辦法想到 可能是這個原因 對 他不願意試試看 我也教他們怎麼去施肥 怎麼教他們去除草 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我現在跟他們說的一個方式 有的時候也要覺得 對 他們情有可疑 因為他們從民國五十年的時候 農改廠就教他們說要除草 對對對 然後他們也聽話的除了五十年 然後五十年後發覺說除草是錯的 對 所以他們觀念上面很難改得過 對 他們的邏輯是沒辦法走回來的 過去五十年都是對的 為什麼現在不對 對 所以說習慣了 定性了 沒有辦法改變 沒有辦法改變的情況之下咧 就慢慢的 他老是跟我講說 反正在座也沒幾年了 他已經用這種話把你 把你給糖塞掉了 那我也就沒有辦法去繼續的跟他講 但是他每次都問我說 啊你今天上課你要學到什麼 哈哈哈哈 那他說好啊 我覺得我還是一樣的 一樣還是跟他講 因為我們不能把他 我們所學的 再繼續把他掩埋下去 我們還是要跟他講些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 他還是一樣的 還是做這種事情出來 就這樣 那李大哥你剛才是說 以產量來講 或者是那個果實的品質來講 你剛才是說 這邊還是可以比較沉澱 那個就是比較厚實嗎 不是厚實 是比較 比如說我這一棵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一棵來講 我這一棵樹 比如說是300斤 他一棵樹不到30斤 差異這麼大 對差異甚大 其實今年文旦釉的生產 受到氣候影響很大 特別是今年年初一月下旬 有那個霜害 那個霜害對果實的影響很大 那其實農業專家也有講 就是說 其實你土壤裡頭的養分夠 然後有機質夠的話 其實你果樹的傷害會比較少 因為它可以從傷害裡頭 比較迅速的復原 那其實也是草生栽培跟冠型農法 就是使用除草劑的果原的一個很大的差異 所以今年它原本預估它的產量只有去年的六成 那後來它採完之後發覺 好像沒有跟去年差太多 但是隔壁它叔叔的就說 今年的產量可能只有去年的兩成不大 對 差異就很大 我爆點 我爆點 所以其實在實際成果 差異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就是等於說 那個冠型農法的農民 他們還是不願意 不過這也蠻妙的啊 因為農業推廣的第一線 你就會發覺很多這種現場的問題就是說 明明有很多的證據告訴他 這樣做才是對的 他為什麼改不來 只有很多東西真的就是 觀念上怎麼去轉變 我覺得石座上面對農友來講都不難 但是觀念的改變是最難的 那我自己的觀察農友 農友他在乎的不是你講的對不對 是你有沒有站在他那一邊 你如果站在他的那邊想 他會聽你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跟他講說 你要這樣這樣這樣 你這個不對不對不對 他不會聽你的 這是台灣農友的特性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幫他想 這是我們這幾年在做農業推廣裡頭 一個很重要我們的發現 都要有同理師 對 所以表示說你們的推廣並沒有用上 你知道應該用的方法 其實譬如說 我們在推李山青果社 要帶著農友做的時候的目標是有機 但是我不會一開始就說 我們來做有機吧 沒有人會跟我啊 這些人說 他們到第二年還在跟我講說 金貝寄不可能不用農業 到第二年喔 所以我第二年 我去年的時候 第二年我真的帶他們去看 兩個農園都是不用除草機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人不相信啊 所以我們第一年在做的時候 我不是跟他講說 我們來做有機的果園 不是 不是說 你們既然都要噴農藥嘛 那我們來上 農藥到底怎麼用才是對的 所以我是投其所好 我第一年上課 我就找人家來教你怎麼施肥 我就找農改廠的專家來教你怎麼樣用農藥 因為他們很多用藥的觀念都是錯誤的 所以就是先找農改廠的專家來教你 欸 是目前有拿幾種 柑橘用藥是可以用的喔 你只能用這幾種喔 然後怎麼用 不然其實他們的農藥知識是來自哪裡 你知道 可是你剛剛不是也是說以前的農藥行 是來自於農藥行 他們這裡頭的農民的知識 是他們爸爸怎麼照顧 他又怎麼照顧 不懂去問農藥行 但是很多東西其實都跟現在的有落差 然後他們也發覺 欸我們找農改廠的專家對他們來講真的有幫助 所以他們就開始慢慢說 欸這個課也可以來上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在裡頭塞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來 那也因為這樣子上課之後 他覺得我們的課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固定性大概有15到20個人是 會比較經常來上課的 然後我們也是因為這樣子之後 才從中間抓幾個說 欸我們再更進一步好不好 先不要用除草劑 然後減少農藥的使用 所以我們目前有五個農友 有跟著我們做這樣的探索 這也可以上完嗎 好 好 那我們講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到農事體 好 因為啊因為 上個月果樹都已經採收完了之後 會開始新的一起的生產 那各位看到現在就是好像還算稀疏 陽光都可以落到底下 但是到明年的三月二三月的時候 如果我們都沒有做任何處理的話 到明年二三月底下 陽光曬下來會曬不到底下的草 會曬不下來 那這個東西也會讓果園造成就是不通風 然後日照不足的狀況下 對果園的健康是 不是很好的 那所以我們就請李先生來示範一下 教說那到底怎麼樣做修枝的處理 好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